我觉得检查单位要叫他把群组打开一看 你怎么联络的 收多少钱 怎么登记名单的 要机票钱吧 一开始还传出一千两百块人民币嘛 一千两百块人民币喔 那是非机票 是不是还有安排交易 没有没有 还有说不足的 发那个啊 国难财 我们被很多乱七八糟的讯息 烟雾遮蔽 我们回到真实的讯息 开始讲一千两百块 小孩子一千 不足的还说国台办要补贴 你去看他讲的讯息 那补贴要不要看人 补贴我要查验人吧 所以国台办那边的名单 一定是就是现在 想要二整台湾的这个名单 可是你徐正文一开始讲名单 我就是两百四十三个是台商协会 他讲那个销会长丢上来的 你们去对值吧 所以第一份名单 就已经是假的 那这假的名单 徐正文你要好好交代 你的群组到底是什么群组 很多武汉人说根本不知道 你那个是什么群组 第二个 登机从通知 到拿到路条可以通行 到机场到上了这个 上海航空的飞机 全部都控制在中国的官方 中国政府 你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 为什么日本的撤侨专机 英国的撤侨专机去 美国人去 他的配偶如果是中国籍 有美国籍跟中国籍的 一律不轮登机 你回去看 英国的国际通知也有报 日本也报了 日本说 他是我太太 我要一起撤侨 一起要撤回日本 中国说只要这个配偶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籍 不准登上撤侨专机 那你为什么丢了三四十个 所谓的中国籍的人 他到底是配偶还什么 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中国籍的人 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最起码有三十本以上 跟着这个飞机 那如果那个飞机查验有确实的话 根本上不了 如果我们有人跟着这个飞机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登机 也就是中共放水 把他放到飞机上 飞到台湾打开机门 会多 我要跌两个三十两来 我原来要的是这个 你开门才知道不是 这是开什么玩笑 飞航安全玩笑 还是防疫的玩笑 再来那个确诊的病例 当然病人的隐私我们不能讲 他到底是在中国确诊 还在台湾就确诊 中国的测试纸已经不够了 但这一个在那边 是不是已经发烧了 你们有没有检验让他上来 所以这一段 是中共的行政部门 我真的要呼吁他们 人命关天 我们把政治放下 互相尊重对方的行政 好不好 我不讲政府 尊重对方的行政 双方的行政部门 要接洽才能处理这个问题 从登机的名单确认 到量体温到检疫 登机下机查验 再检疫 再分到隔离 这每一关都要有公权力 都要有行政部门 你现在弄了一些买办 交给一些国台办的好家务 就搞出这个问题来 所以这整个问题 有两大层次 一个层次是中共不肯面对 台湾的行政部门 第二大问题是 在这件事情上 有人在利用这个事情 也许要秤一下自己的声量 现在出事了 通通躲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可恶到就是 让有生命 有健康有问题的人 回不来 第二个让他愤怒是 台湾是付出多少不眠不休的 医疗人员 防疫人员 才把这一个疫情控制在所谓的境外 境内的感染源也可以确认 还没有社区感染 也就是台湾不是疫区 你这样乱搞 这种反乡班机的话 一旦过来散开来之后 你可不可以想像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被全世界断航 被封城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可是有人就拿这个开玩笑